桃园市议会在开工日举办了新春团拜 那么议长邱义胜肯定市府去年推动了多项的福利政策 期盼市府团队今年针对重大建设拿出亮丽的成绩 让市民更有感 开场大鼓表演响彻云霄替开工日注入满满活力 唐市议长邱义胜率领多位议员和尚张善政及市府团队 互相祝福新年快乐 议长邱义胜期许市府团队今年拿出亮丽的成绩 让市民更有感 去年我们推出非常多的福利政策 得到市民大家的共同肯定 那今年我想我们议会更要取取我们张善政张市长 能够针对我们桃园的几项重大建设 能够拿出亮丽的成绩 让我们的市民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更有感 议长邱义胜分送红包给市议会议员象征吉利 上张善政也发送福袋和大家分享喜气 张善政说新的一年会继续努力 期许不分党派给予指教 去年给我们市政府很多支持和指教 那我们都把每一位议员给我们的支持和指教 当作我们要去努力的目标 那么如果能够把每一位议员的期许 都能够做到的话 我相信我们所有生育朋友的满意都会越来越好 也谢谢刚才我们议长对我们市政府的期许 我们在新的一年会继续努力 台湾市议会在七天春节廉价后 开工日举办新春团拜 让议事堂相当热闹 期盼新的一年 府会和谐 市政顺利推动